發光的滑板車在夜間的馬路上 搖搖晃晃 過去有不少民眾 從後期電動滑板車遭警方攔截 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不過電動滑板車屬於慢車 而非砌機車依法禁止上路 依照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只要不是汽車或法定定定的動力載具 不得在道路上行駛或使用 像是電動獨輪車 電動滑板車 電動雙輪車都屬於個人行動器具 如果上路就違法 將處一千兩百元以上 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還 交通部已經確定強制電動自行車等二輪車 十一月就要掛牌 那電動滑板車呢 交通部主張已經授權地方政府 能夠自行規定電動滑板車的合理使用範圍 但曾經承諾會提出建議指引 給地方政府參考 卻還沒有看到 不過就連合法讓電動滑板車上路的意大利 都面臨電動滑板車亂象 滑板車和汽車共道違規停車的景象層出不窮 如何兼顧安全和方便 還需要中央地方共同討論 華盛額方庭羅大偉台北報導